郡豪是三人的教练 LOR赛车联盟 打算从三人当中挑选一人 参加两个月后在马来西亚雪邦举行的 IAMI卡丁车亚洲大奖赛 目前以赛道上的表现而论 队友梁正暂时领先 Alif还在第二 除了得开得更快 Alif还得克服另一个难题 他的体重和体能 都不达标 I got to bring my weight down to about 70 kilos I'm about 76,77 kilos now This part is where you lose the big kilo sector 在卡丁比赛的话来说呢 没有公斤的话你可能会输0.2秒 临选在即 Alif能击败两名队友 被选中到雪邦参加卡丁车赛吗 全速的话目前是Jason是最快的 赛车教练毛俊豪透露 最后脱颖而出的必须在卡丁车练习 模拟赛车和体能三方面也揭出表现 Alif在模拟赛车表现最好 卡丁车的掌控排第二 目前Fitness的成绩的是 Eden是在领先的 然后接下来是Alif 然后是Jason 选择的话 目前Jason是最快的 它会比较接近 我和Alif 每个人都会比较好 每个人都会比较好 所以 总统没有任何人的赛车 我认为我已经改变得好 到各种卡丁车 我几乎赢了 最多的准备的准备 我还没有做到最后的准备 每个人在马来西亚 在下一次的赛车 会比较负败的 最后真雪的成绩 要经过计算分数后才有结果 Alif是否有机会 在雪方的赛道上登场